随着国际压力的增加 中国在军事方面已经做出了许多挑战 首先一点我们知道 中国没有国军 只有党军 那么为了强化这支军队 被管理 中共呢违反了军事原则 现在不是认人为亲的问题 而是你是不是认同社会主义道路 是不是认同习近平这个核心 这是目前最紧要的这么一个标记 这支军队的将领 现在也变得越来越滑头了 越来越不愿意站队了 上一届的军委 除了一个不为人知的 梁光烈不知道咋处理 其他的都被梁国断了 将军们不会那么傻 士兵呢 士兵现在是高薪养莲 或者说利用高薪来设买人心 这个例子我们在清末其实已经看过了 清末的摄政王 他所有的改革在军队方面 唯一的体现 就是大量的采购 先进军备 大幅度的提升 军人的薪酬 事实我们也看到 没用 革命军比你更有魄力 是吧 打开湖北 官仓之后 发光复响 是正常军费的 几倍 甚至十倍 所以我相信呢 整个军队系统 它不是离心离德的问题 而是根本就没有军行 它不知道为谁而在 现在中国遇到的问题 不是外部要侵略你 而是内部此起彼伏的抗争 各个群体都在维护自己的权益 甚至老兵 都经常地冲击人们的视线 狡兔死走狗喷 物伤其类 谁能保证 现在的新兵弹 永久地不去退役呢 中共的高层 根本就没有对抗的 这种觉醒 当美军宣布要在南海 进行演习的时候 中国的最高层 选择了南下 选择了视察港澳 他是用行动来表露出了 中国没有对外的野心 收回港澳 我就心满意足了 去年我们听到了一些呼声 由外交人员 由军方的一些退出现役的 或者说不在领导岗位上的一些将领 不断地在叫嚣 当美国军舰停留在台湾港口的时候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时候 现在呢 我们看到了一支航母编队 不仅有美军的舰船停在了高雄的码头 而且在台湾海峡 进入了美军的舰舰 南海更不用说了 这个时候中共从最高的元首 一直到海军的将军们 我没有看到除了抗议以外 更多的生意 所以中国的军事调整呢 它主要还是对类 没有想到过对外 中国一直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有核武器了 没有国家会来进攻我们 其实确实是这样 二战以后 或者说自原子武器发明了以后 我们没有看到这个世界上 两个核国家之间 发生明确的战争行为 当然了 印度分裂出来的那几个 你不能拿它当回事 他们没事就在那干 扭核武器 也不至于扩散到其他地区 他们自己就是死仇 我们以前有一些猜想 是吧 各个国家如果说与中国发生问题了 会出现什么样的战争状态 其实到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还是一致的这个观点 中美之间不会进行热战 即便人家要打你 它也是挑动周边国家 与中国进行军事抵抗 造成一些热点 那么在国际上 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协定 实行对中国的封锁 中国的问题 不在何大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 而在于中国一旦发生 与周边的领土纠纷 一旦进入战争状态 甚至 在中国的边疆地区 如果被确定了 有反人类的罪行 那么西方国家极有可能 会封堵 从霍尔木兹海峡 印度洋 到马六甲的通道 中国的海上贸易 进出口 都将被阻绝 那么中国军队的调整 它主要是应对 周边国家 与中国的领土纠纷 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能迅速地激动 以便于镇压 国内出现的热点问题 中国未来的军事调整 主要还是集中在 这两个层面 没有决心 或者说领导人 他也没有这个魄力 当然了 军队也没有这个实力 与周边的某一个大股 进行军事冲突 在中国眼里 有两个国家 是万万打不了的 一个是美军打不过 一个是俄军 打了俄军 中国的军械 就没法补充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军事上的调整 他主要应对的 还是两个方向 一 周边国家 防止出现低烈度的军事冲突 这会造成中国在 国际政治中更加的被动 二 一定要建立快速反应部队 迅速地能够开到 全国范围内 极有可能爆发热点的地区 中国未来 即便出现变化 也极有可能从内部发生 清王朝的覆灭 就是因为四川的保禄运动 清政府调动了 湖北的新军 参与镇压 那么留守的这部分新军 它发生了暴动 全国范围内 很快就变天了 所以我相信 中共 会把这个历史教训 牢记在胸口 他们一定会在 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保证陷雨官兵的待遇 大幅度地提高 尽可能地 纯洁这支队伍 它不一定需要你的军事技能 但是它需要你对 这个执政党要忠心 他们会倾斜资源 来好好地安定这支队伍 这支队伍 是他们执政的 唯一的依靠 这支队优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